不怕啊 不怕 爸 坏人 他们都是坏人 他们不是坏人 不是坏人啊 新梅 你要保护我啊 我在这儿啊 我会保护你 妈 你看 爸 你怎么好赖不分呢 你听我说 爸爸刚好一点 你就别刺激他了 这些年你不在家 你不知道 新梅啊 经常来看你爸爸 别怪了 他就认新梅 说他是好人 不啊 也亏得他了 要不然 我估计你爸爸 都看不到现在 阿姨 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家了 谢谢你啊 没事 赵新闻 好 那个 那个 对不住啊 刚才 不好意思 那我 我不了解情况 我不知道你 一直在照顾我爸 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 我自己做过什么 我心里很清楚 请你在指责我之前 最好也弄弄清楚 还挺倔 谢谢 同学们 新来喽 顾萍萍 你们有我的信啊 余晓珍 李凯 同学 有没有叫子伯的信啊 叫子伯的信没有 今天寄到谢谢你的信 最后再写一下 要不你去 说这会儿吧 那今天 吸引实际他随着的去 谢谢你啊 谢谢 子伯 子伯 想什么呢你 喊你半天也不吱声 老三跟你回信了吗 什么时候他过来 咱们几个拒绝啊 我还真有点想他了 卫然 我不想给老三写信了 还有 咱们以后别提农场的事了 行吗 为什么呀 高子伯 你追上在楼下等你很久了 那是舒荣吧 追上了 什么时候追上的 可以呀你小子 哎 舒荣 舒荣 你这可不够意思啊 你说赵紫伯在这儿上学 我也在这儿上学 你怎么光来看他 不来看我呢 这 为啥你别凉快去 我 我挺凉快的我 舒荣 什么事 你有收到信吗 什么信啊 于老三给你写的信 你算干吗 你给老三写信了 我是你 你的名义写的 我怕他不记得我了 舒荣 你这么着急地想知道齐伟的事 你忘了他是怎么对你呢 我就是想问问他 过得好不好 他过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忘了他是一直怎么对你的 你过得好不好 他这么不关心 不 他也不值得你这么做了 你不帮我拉倒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怎么啊 怎么啊 不用难受 我保证牛舒荣会醒你 气得现在哪能跟你比啊 这还不都是你闹的 我怎么了 我让你给我老三的地址 谁让你当着舒荣的面给我 都赖我头上了 小猪 我那工作的事情你问了吗 到底什么时候落实啊 咱托办事的人是个远滑亲戚 人家答应了 咱就等着呗 你说我这么老催人家 我也不好意思啊 有什么不好意思呀 这都等了两个多月了 你要再不去催再不去问 这事就黄了 我已经催过了 大壮啊 大壮 喝口水歇会儿再干吧 我不累 叔 这孩子 太能赶了 这孩子太能赶了 太能赶了 赵紫波 你这个点你 你不在学校好好上课 你回来干嘛呀 我跟你说话呢你 欣梅 你当初跟齐伟好 为什么不好个彻底呢 你小点声 你干嘛没事说他呀 齐伟 可能是有下落的 大壮 大壮 那你别搬了 你 你 你上楼去喝口水陪我爸聊会儿天吧 够回来了 不累 我让你去你就去 我上去了 你爸 我上去了 怎么样啊 齐伟现在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我就知道他转育以后就失踪了 但是余老三现在可能知道他的下落 你 你跟余老三还有联系啊 没有 我那不是在学校碰见魏然了吗 魏然跟我说的这事 还给了我跟老三的地址 让我问老三齐伟的事 地址呢 让牛书荣拿去 原来牛书荣 还是没放下齐伟啊 不一定吧 那书荣跟齐伟一直就没联系上 说不定只是想知道 知道齐伟的消息 哥 你就别再自欺欺人了 你也别老想着牛书荣了 没用的 他的心里被一个齐伟站得满满当当 没有任何位置留给你 谁跟你说我这心里就想着书荣了 我希望他赶紧找到齐伟 结婚生子 百年好合 我恭喜他 酒 酒 不喝的 好 你喝的 你喝的 我喝的 你喝的 你喝的 新闻 爸 做什么呢 有什么新事吗 是不是白天 跟大庄俩人 搬两句嘴啊 没有 您别小操心 爸爸到了这把年纪啊 就活明白一个事 一个家过日子要安分 孩子 赶紧把亲事定下来 我看大庄俩 更干踏实 您真觉得那个鱼木脑袋好啊 怎么叫鱼木脑袋呢 大庄俩有纹 大庄俩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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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搬的信到了 刘春花 你的信 我的 赵紫薄 你的信 赵子伯 你的信 周平 你的信 赵子伯 算你小子有良心还记得我 老大已经很久没回信了 上次我去看他 狱警说他又转狱了 我下周去海城 就算挖地三尺我也要把他找出来 下周见 怎么啦 宝贵 出去吃点饭吧 什么呢 吃不下 遇到什么事了 妈 我问你啊 寄到邮局的信可以中途拦下来吗 你没发烧吧 怎么说胡话呢 妈 我没事 你说能不能来下来啊 我看不能 你想那么大个邮局 每天有那么多封信 还有那么多邮递员送信 你怎么就知道是哪个邮递员 送的是你要的那封信啊 妈 怎么 有人给你来信了 我没事 妈 你出去吃饭吧 好 舒容 阿姨好 阿姨你好 舒容在吗 在在在 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了 你去劝劝他 来 舒容 舒容 你来干吗 舒容 那天是我话说中了 我不对 别生气了好吗 子伯哥你回去吧 那要是我带着齐伟的消息来的呢 快走 快回信了 新的 快走 怎么会这样呢 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会就不见了呢 舒容 你先别难过 说不定齐伟现在很好 万一他要是过得不好呢 他要是生病了 他要是死了呢 你说他要是死了 在这边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他要是死了 舒容 齐伟就这么让你放不下吗 我也很想忘了他 我也不想继续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啊 你以为我不想重新开始吗 真的好多次我觉得我可以了 我可以把它忘了 可是我也听到她的母子 我不喜欢她 我忘不掉她 我怎么就那么没有出息呢 人家还不喜欢我 叔叔 这和出息不出息没关系 喜欢一个人能有什么错的 但是我不想看到你这样 我想让你好 我想让你每天都快快乐乐的 叔叔 我想让你忘掉这些伤心的人 伤心的事 让我照顾你 怎么不值得你这样 叔叔 为了你我愿意 叔叔 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叔叔 你回去吧 叔叔 叔叔 你回去吧 叔叔 Happiness 抬 robbery 舒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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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同志 这个绿豆糕 核桃酥蟹人饼 一样给我来六块吧 六块 对不起同志 这些东西已经预留了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 工乡社的东西还能预留的 这个真的是给别人预留的 怎么 有谁要和我爸抢东西去啊 抢 工乡社里的东西 谁都能拿票来换 怎么着也能讲个先来后到的吧 就你那副穷酸样 还先来后到呢 我看啊 你还是留着点钱去买酱菜哈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穷酸像了 倒是我两只眼睛看得出 某些人啊 就是一脸狐媚像 轻浮 你说谁狐媚像轻浮呢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要不是我爸驻守边疆 我怕你们连饭都吃不上吧 是吗 毛主席都说了 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最大利益 你爸是什么呀 是排长 连长还是师长 都敢不听毛主席的话了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比毛主席还厉害呀 你可不要胡说啊 我爸可没有 那就好 所以一切啊都应该先紧着人民利益为先 同志 把我说的那几样赶紧包起来吧 你 好 你等着 别让我看见你 真是谢谢你啊 这么多年了 你还记得你牛叔叔喜欢吃这些 谢什么呀 小时候啊 牛叔叔无论是多爱吃的东西 他总会招呼我来吃 这点点心算什么呀 可不是啊 这小时候啊 我 我就记得 好像 我是 不是亲生是吗 然后 她是我爸偷养的闺女 对她比对我都好 这 是吧 徐白 这和糖醋相买 那个 徐白 你这使不少粮票吧 回头我给你啊 不用 我们家虽然不负义 这点点心还是过得起的 你个 这个 张欣凡 谢谢你啊 谢什么呀 我又不是为了你 为了我爸 我也得谢谢你 算了吧 你只要别觉得我对你们家 另有所图就成了 我们家有什么可图的 我知道 你还生我的气呢 你生气得有道理 我对我之前的言行 跟你正式道歉 对不起 然后 然后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我决定 我决定 我决定请你吃饭 还是别吃了 我怕我控制不住 会在你饭菜里下毒 那你要是不去的话 就还是生火气 我牛成果有错必改 言出必行 你就给我一个道歉的机会吧 那个 明天我去机关办事 我听说 他们那儿的内部食堂不做 饭菜挺好的 那好吧 就当是看在饭菜的面子上 行 不管你看在谁的面子上 你去就行 明天见啊 哥 你这是怎么了 躲魏燃哪 看见他烦 你把那碗拿过来 这汤啊 你刚煮好 你趁着喝点 小心烫啊 慢点啊 烫了 哎 齐伟有消息了吗 我说你们这都着了他在磨了是怎么着 有消息了吗 没有 余老三说他也不知道 欣北 我问你 这齐伟他好在哪儿了 至于你们都这样吗 他不就是个小白脸吗 他不是 他就是 你 牛淑蓉 你们全让他给耽误了 你说齐伟除了会勾的女孩还会干什么 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欣北 不会是 你还惦记着齐伟呢吧 我没有 没有你刚才跟我厉害什么 欣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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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过没有 你要真是忘不掉齐伟 那大壮怎么办啊 爱情跟婚姻不是一回事 他们俩也不是一回事 胡说 怎么可能不是一回事 你只有爱一个人 才有可能想跟他结婚 生活在一起一辈子 白头到老 人怎么可能跟他不爱的人 生活在一起 那话说呢 我和你不一样 爱情对我来说太奢侈了 我没有资格 你们出来的比我还早啊 我等着吃你这一顿呢 我告诉你啊 我早饭都没吃 你饭票可得带够了 你放心吧 你要不够吃把我那份给你 看了 好了 好 走了啊 走了啊 走吧 小事 行不行 你先在这儿坐会儿 去办点事 马上回来 吃饭了 好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这都到你的地盘上了 你想怎么着吧 说什么呢 误会呢总是难免的 我问你啊 那人是你对象 不是 就是我一朋友 朋友 怎么可能只是朋友呢 朋友会请你单独吃饭 你问那么多干嘛啊 她是你朋友啊 你认识她呀 谁不认识她啊 牛成国 青年才俊 去之之后就要回海城来封锁了 我告诉你啊 这消息一出 部队大约女孩都等着呢 真没想到 让你给街租献单了 你别瞎说啊 别说风就是雨的 没有的事 我不管现在是不是 可是你现在要抓紧了啊 稍一松手 这别的女人 可真排斥一个连哪 难不成 你想一辈子喝洗北风呀 好了 还说的我都说完了 我这人呢 就是以德抱怨 你得记得我的好啊 是 来 不好意思 等着急了吧 你说我 跟你赔礼道歉 还让你等这么长时间 你不会又生气吧 我怎么会生气呢 在你眼里我脾气就那么差呀 我没事 你刚才办事顺利吗 挺顺利的 那什么 我得先核对一下材料 你再等我一会儿 嗯 你看什么呢 我我看这个大腕带呢 我都没见过这种牛皮纸的大腕带 特别好看 你送一个给我做纪念行吗 这有什么不晓了 你拿走 谢谢啊 哎 饿了吧 点饭 嗯 那你顺便再叫两瓶汽水吧 嗯 我们庆祝一下 没问题 你等着 牛树龙 这是牛树龙的家吗 谁啊 小龙 我好像没见到你了 快进来快进来 你们家太难找了 快坐快坐 来找我干吗 想我了 我当然想你了 对了 你看这个 我这一看字啊 就知道是你写的 还冒充赵紫薄 想知道齐伟的消息 问我就好了 你给他写信干吗 我不是以为你们俩分了吗 你们俩回程之前 是不是大吵了一架 不光是吵 我把他那脸啊 挠了个板脸花 他当时一气之下 就留在那了 不过呢 才没几天就给我写信道歉了 屁点屁点的 又是发誓又是保证子 还是你有招啊 那当然我就是厉害 我啊 要是有你这娇滴滴的模样啊 是个齐伟我也得收拾妥妥的 那 你们到底有没有齐伟的消息吗 你说这齐伟吧 这就好像消失了一样 就老三爷整天念叨 不知道人上哪儿去了 我说你吧 你说这女孩子的青春啊 也就没几年 你要趁现在 赶紧找个好人家给嫁了 时间一长的话 多好的闺女也经不起耽误啊 我光知道也没用啊 好好好 要是我有她的消息啊 第一个告诉你好不好 那我先走了啊 这么着急走啊 吃个饭再走 我跟你说我忙死了这几天 我 你干嘛上去啊 我最重要的事忘了 那 可以啊你 下个月我们俩结婚了 一定要来啊 一定的 恭喜恭喜啊 我先走了啊 等会儿我给你一块出门 别好去我书里 来 走 吃 多吃点 天国哥 我一看到你 就想到我们小时候 你我还有叔蓉 我们仨老在一块儿玩 但是邻居那臭小子 他老欺负我救我小便 每次你都替我出头 所以呢只要你在 我就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你小时候啊 就跟那个假小子似的 不像我妹 叔蓉她特爱哭哭 我小时候就有预感了 我就知道你会当兵 会当军官 小时候保护我们 长大了 保卫国家 保卫国家 不是就跟保卫你们 是一样的吗 那个 西美啊 这有件事吗 在我心里边 一直有个疙瘩 就我妹 叔蓉跟我说的那些 关于你的事 都是真的吗 可是 这些天跟你接触 我总觉得 不太可能 可不太可能吧 那你们俩 下乡之前 跟亲姐妹似的 怎么回来之后 就跟仇人一样 陈国哥 我跟舒蓉不是仇人 只不过是因爱生恨吧 这件事情是个误会 我们下乡那会儿 我舒蓉喜欢上一个男之亲 不过那个男之亲偏偏喜欢我 因为我跟舒蓉是姐妹 所以这件事情我一直瞒着她 不过后来只爆不住火 还是被舒蓉发现了 她特别生气也特别恨我 觉得我欺骗了她 是我横刀夺矮 所以就跟我翻脸了 这么回事啊 那你跟她解释一下 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 我那时候年纪小 不懂事了 脾气也挺降的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又不是我的错误 我为什么要跟她解释呢 就这样了 你说你们俩真是 一个比一个降都降一块呢 别说这些了 今天是为你庆祝来的 干杯 吃啊 江哥哥 其实我心里特别知道 在别人眼里都觉得 当兵可风光了 可其实当兵是真苦啊 有身体上的苦 有心里的苦 这些苦 你们都得自己看 要说我们的苦啊 一般人还真理解不了 就是我们守卫那水电站吧 溅在那荒郊野岭上 你走几十里 周围都碰不到一个人 可是苦点累点的 咱不怕 谁让咱是军人呢 谁让咱是军人呢 就是 没人跟你说话 没人跟你交流 是最难的 好的 我可 丑点了 但是 平时 我就没事就跟她说两句话 要不然憋得实在难受 就冲她吼两日 要不然你会觉得这一天过得比一年时间都长 西门 我真挺意外 你能说出刚才那些话 谢谢你理解我 不过这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 你就要回来了 对吧 对 这次回来 就不走了 太好了 那我就能经常见到你了 要是再有坏人欺负我 我只要大喊一声 陈国哥 你就 对不起啊 我是不是太大事了 没事 你放心吧 我一定要好好保护你 还有输入 吃饱了吧今天 嗯 来 我不用了陈国哥 你留着吧 你爱吃苹果呀 这东西啊 在我们那儿 就是奢侈品 我们那个哨所啊 补给拳头到山下往山上拉 别提苹果了 吃新鲜蔬菜都困难 我们好多战友 都缺乏维生素 有的都得了叶芒症 这么辛苦啊 对了 新妹 你 你去 触对象了 没有啊 那行 那等我回来 给你介绍几个有为青年啊 好的 这么恨嫁 我哪是恨嫁呀 我逗你玩的 我要是想嫁人早就嫁了 我想过了 我这辈子啊 一定要找一个 我最爱的和最爱我的人结婚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那行 上车吧别溜达了 来 好了 扶好了啊 好了好了 走 妈 我跟你说 我哥他就是个大傻子 他疯了他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等他回来 你自己问他吧 在大街上居然跟人搂搂抱抱 他都傻了吧他 搂搂抱抱 不会吧 他才回来几天 才十几天 怎么着 他有对象了 这个赵新梅实在是太厉害了 他把我哥都给弄晕了 我之前跟他说的那些话 他全给忘了 谁 你说谁 赵新梅 不会吧 不会的 妈 回来了 叔叔回来了 舍得回来了 什么叫舍得回来了 这是我家 我不回来我上哪儿去 找赵新梅啊 你俩不是挺亲热的吗 你看 说你小心眼吧 你就小心眼 心眼真小 比这边还小 赵新梅跟你说我什么了 成果 妈 你妹妹说的都是真的 妈您别听她在这儿胡说八道 心眼小 我跟你说 就你们俩给她惯的 哥 好多事情你根本就不了解 赵新梅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 我只能跟你说 她这个人不简单 你自己要小心手 行行行行 行了 喝水去吧 把心眼喝大点 妈 你看她 行了 你去吧 妈来说 赵新梅 你出来 怎么了 初龙 你已经有了棋伟 有了回城名额 你怎么连我哥都不放过呢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什么叫我连你哥都不放过 你别装了 今天下午我都看见你们俩了 那你都看见了你还问 你有没有良心啊 齐伟他为了你 他还在牢里蹲着呢 那你的意思是 我要是有良心 我就得替齐伟去坐牢 我要是有良心 我就得活生生地等他从牢里出来 和他在一起 是吗 好 舒容 你能不能成熟点啊 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你哥是主动请我去吃饭的 不是我上杆子求他的 齐伟呢 他不喜欢你 不选择你 是他的事 不关我的事 你不要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 把气撒在我身上 这样对我不公平 好了 你要是没别的事 我还得回去做饭呢 好了 好了 你要是没别的事 陈总啊 中秋节以后 调回海城的事定下来了吗 基本上定下来了 那就好 你呀也不小了 该成个家了 这样吧 节前呢 我帮你张了个对象 节后你调回来了 你们就好相处了 妈 您就在家 踏踏实实照顾我爸就行了 我的事您叫我别操心了 怕是这心里有人了吧 有没有 既然对象你不着急 那就踏踏实实把工作干好了 是 不是 保证站好最后一半卡 走 走 这是明天中午的火车票 吃完饭以后啊 你就赶紧收拾收拾 明天啊 妈 妈 你有事啊 没事 妈 我都收拾完了我睡了啊 天呐 ste 去 你去吧 员 перед 我走 你来 你去吧 曼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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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心梅 明儿我就回不对了 本来想跟你当面告别的 估计也没机会了 谢谢你能理解我 懂我 知道我背后的不容易 你 这个小人 一直陪着我站哪儿 今天给你留下 就当是个纪念了